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中国新年的原因,缅甸刮起了旗袍风。此前,在缅甸最具代表性的明星Cinza Wintku在出席某开业活动时,身穿相比以往服饰较传统的中国样式旗袍出席。 其本人表示,因为临近中国新年了,也学习中国的朋友们身穿红色旗袍沾沾好运。但是该新闻一经发布,顿时引起了广大网友们的热议。 部分网友直呼道,这还是我认识的Cinza Wintku吗?肯定不是一个人。部分民众们觉得其身穿旗袍,还是挺好看的。但是还是尊重她。她想穿什么服饰那是她的权利。 事实上,除了Cinza Wintku,我国不少女星都穿过旗袍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她们的旗袍风丝。 你觉得谁穿旗袍最美?